下面让我们一起有请 今天的第二位小不点 《闪亮》登场 白桃姐姐好 泰桃哥哥好 你好 欢迎 大家好 我叫李欣怡 今年11岁了 来自延安 今天我来到 《非诚6加1》的这个舞台 主要是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我想为大家 介绍我的家乡 你们看 这里是延安市智丹县淡巴镇 这里是我全角的地方 虽然这里看起来 都是黄土高原 都是山 没有城里头繁华 但是我却在这里度过了 特别快乐的时光 这里是延安市宝塔区 也是我的家乡 我们现在一家五口 都住在这儿 心仪同学这几张照片一出 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陕北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 来自你家乡的黄土气息 没错 包括你今天的这身这个打扮 特别有代入感 那刚才说了 来到我们的舞台 有两件事情 那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 我这么大老远的来嘛 就是想给大家唱一唱 我们陕北人最爱听的歌 想让各位评委老师听听 我唱的咋样 给我指点一下 这没问题 对呀 大老远来的 咱们就亮亮咱的好嗓子 唱一首什么 好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 信天游 好 好 来 她也听过我的歌 她也听过我的歌 我抬头像山沟 追逐流失的岁月 风沙茫茫满山谷 不见我的童年 我抬头像星天 走是远去的从前 大面 泰智 放回钱 大面 神尺 把音 чи金 估索 雪 最后 对 一中 淺 天佑带走我的心 天上心心一点点 思念到永远 我都有点没听够呢 对 这个一方水土一方人 咱们陕北民歌听上去 就是这么的豪迈 二妮姐姐来 给我们专业的点评一下 觉得孩子唱得怎么样 我觉得唱得非常好 条件很好 然后如果从专业的方面 给一点点建议的话 比如说你这样做 你就要看到那里 是吧 你眼睛要有戏 在表演上面 再下一点点功夫 其实声音条件特别好 加油 谢谢二妮老师 刘晨老师 这个刚才我听完之后 特别喜欢当中 有很多碟字 在很多咱们的名歌当中 尤其是陕北名歌 都出现过碟字 就是这种感觉 听着就那么亲切质朴 特别有他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 对 那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你有什么不情之请 说了这么多 我给大家唱一段 真的吗 我唱 我一般都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我唱的不好听 二妮老师 全国人民非常喜爱的咱们 没错 跟孩子讲了那么多 百闻不如一见 我们要现场听一听您的眼上 看一看您的表演 恐怕对他能有更大的帮助 好吗 好 好的 好 我们欢迎二妮上场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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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河之水天上來 喜的懷天從前來 還要少來死一點點花 蓮兒少來死小賴子 醒醒少來死承說對呀 彩虹上來就假扮不著 我依然以後還要對上來 唉呦就笑得對上來 跳起來跳起來要過他跳起來 笑起來喝起來要過他跳起來 唱起來跳起來要過他跳起來 笑起來喝起來要過他跳起來 呼呼風蕩的新時代 開闖幸福的未來 開闖幸福的未來 愛 愛 忠忠的對上乃 畢竟老師唱得真好 這是一名來自歌迷的新生 发自内心的表达 是吧 我觉得今天 咱们喜欢陕北民歌的观众 那可真的是大饱了耳福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你的这个成长当中的一些故事 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吗 好啊 刚才新一说 自己是出生在 志丹县下面的一个小山村 那现在是全家都搬到 延安市里面去了 是为什么呢 其实嘛 这个是因为我 就是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音乐 然后呢一听到音乐声 我就跟着唱啊 跳啊 我妈妈一看啊 还学得挺有样的 就给我在镇子上找了个老师 但是和那个老师学了没有多久 那个老师就跟我妈说 玩儿是个好苗子 咱们这儿的条件你也知道嘛 没有城里的好 要是玩儿还想继续学 就把它送到城里去吧 我爸爸妈妈一商量 觉得确实应该给我们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就把家搬到市区了 其实在我感觉啊 这个整个举家的这种迁移 应该说是一个首先需要很有勇气的事情 另外一个呢 也需要一定的这个经济基础 那看来咱们家应该是条件各方面都还不错 是吗 其实啊 不是 我爸爸在上班 妈妈就专门照顾我们三儿 哦 应该说妈妈现在就是全职太太的这样一个角色 是吗 那爸爸是做什么工作呢 我爸是一名石油工人 他就在刚刚我说的那个志丹县丹巴镇上班 因为我们两地隔得远 所以他隔一周才回来一次 哦 我明白了 虽然说举家搬到了延安市 但是爸爸的工作的地点还是在志丹县 每周回到市区和你们团聚一次 是这样吗 是 那也就是说家里面除了妈妈就是你最大 所以是不是很多家务活也得你帮助妈妈多干一些呀 嗯 在妈妈就是很忙很忙的时候 我会帮妈妈收拾收拾家务 给她照顾一下我妹妹啥的 嗯 还是很懂事的一个孩子 但是从你刚才的讲述当中啊 我也感受到 其实咱们家庭呢 严格上讲还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但是呢我却觉得你的爸爸妈妈呢 是非常有魄力的父母 也很有眼光啊 特别想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今天是谁陪你来的 嗯 今天是我爸爸陪我来的 嗯 那爸爸平时工作那么忙 一周才能回家一次 这次还能够抽出时间陪你来啊 看来爸爸还是非常用心的 是 欣依爸爸你好 你好 主持人 欢迎 欢迎 刚刚我们大家都在为您一家这个举家 啊 搬迁的这份勇气啊 这份勇气啊 觉得受到了感动 真的是为了培养咱这个姑娘是不是 主要就是为了孩子上学 有个好的教育环境 我和她妈妈从小就是也是在农村长大的 也是苦过来的 穷过来的 我们上一代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过来的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样 所以我觉得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穷不能穷教育 那等于现在全家就您一个人在工作 来养活一家五口 对 对 方便问一下 您现在这份工作的收入 大概是多少吗 现在每个月工资可能是5000多一点吧 就是这么个样子 要养育一家人 其实还是比较 我想这个日子应该也是精打细算吧 对 现在普通的生活是足够了 我相信我们以后也会越来越好的 真是感觉到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不管这个家庭的条件怎么样 每个家庭的这个环境可能各不相同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父母 对孩子的这份心都是一样的 我想呢 你也能够深刻地感受到 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份爱 是吗 是啊 马上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演环节了 是的 做了哪样的准备 最后就给大家唱一首 险北是个好地方 一起进入下面的环节 那就是 小不点大难耐 沉默 forest 镇海 柏子远 万万七月就像那山南的 岸边的海峰 山北是个好地方 青楼的人民 敲手休假乡 心窝里当起层层房 黄土地绵绵别模样 带到兴起方舟雨 像不喷的梅枪 像蓬蓬的梅枪 蓬给你唱 我觉得是一首比一首发挥得好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如奶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延安这个美丽的地方 培育了像阿尔尼这样 非常著名的歌唱家 也培了像欣怡这样喜欢唱歌的孩子 所以你的音质那么好 就是你的家乡带给你的这种遗传的基因 你知道你刚才唱歌的时候 我看你爸爸的眼神 那种激动的宠拜的眼光 我当时很感动 你爸本来住在智山县的话 那离工作的地方就近了 但是为了培养你 把家搬到了城里 他就辛苦了 他一周才能回来一次 所以爸爸用自己的心情换来了你很好的教育 我真的希望你别忘了 他对你的爱 把这种爱凝聚在你的歌里头 每次回来都唱一支歌给他听 好不好 好 谢谢卢老师 好 接下来李欣英同学请做好准备 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这个非常隆重的时刻 那就是非常星际雨 在你的面前呢 有一支超时空油桶 你把你的非常星际雨投入其中 就可以把它寄送给未来的自己 同时寄送给电视机前的青少年朋友们 欣英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有请 李欣英 爸爸妈妈吃了那么多苦 才让你和弟弟妹妹 有了好的学习环境 一定不要辜负他们 黄土高原赋予了我们吃苦耐劳 坚定不移的性格 为的就是让我们遇到再大的困难 都不退缩 加油 你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以上就是我的非常星际雨 送给长大后的自己 再会做小相机 nuestra生日 喝 olduğunu 这样就按 controversial 大后的自己 还能 ripe 充分 scientist 那 我